大家好,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GoMarkets助理分析师伊多王 今天我们来谈谈对一支美股的分析 暴跌后的特斯拉是否能入场 迄今为止,特斯拉股价下跌了近75% 其市值从高峰期缩水了约8000亿美元 几乎高于传统汽车制造商的总估值 市场上大多数的投资者将此现象归咎于马斯克对推特收购的影响 我们来梳理一下股价下跌的根源 首先,我们来分析推特收购事件与股价走势的关系 自2022年4月,马斯克开始宣布收购推特时 股价便开始下跌 此后,随着马斯克出售股票 特斯拉股价进一步下跌 直到7月,收购暂停股价稍有回落 然而,8月和11月的两次套现再次导致股价下跌 投资者主要担心马斯克由于减持套现 而可能对特斯拉正常运营造成影响 进而给特斯拉股价造成了下行压力 除了为收购推特而出售股票套现之外 马斯克在收购推特之后的一系列激进的行为 也对特斯拉的股价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例如大规模财源,解雇高管,解散公司董事会等 投资者担心此举势必会分散马斯克在特斯拉管理上的注意力 进而产生对特斯拉未来业绩的担忧 从而给股价造成了下行压力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基本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市场情况 从三个角度出发 全球市场,中国市场,以及美国市场 全球市场方面 新能源汽车市场蓬勃发展 高销量增长,趋势或将持续 根据国际能源署发表的 《2022年全球电动汽车展望》 当前大约有40个国家和地区 制定了全面电动化时间计划表 或发布了燃油车禁令 特斯拉最大主营业务为新能源汽车 因此新能源汽车的全球销量 将成为主导其业绩的一个主要因素 近年来 全球范围内的各种新车型的密集发布 也刺激了消费者的需求 从全球及各地区与国家的渗透率来看 目前新能源汽车行业整体处于增长的前期和中期阶段 仍有较大的市场空间 中国市场方面 新款车型百花起放 刺激购买意愿 《2022年1月至11月》的销量数据显示 中国市场品牌众多 销量排行榜前20名中 涉及比亚迪、特斯拉、上海通用50、奇瑞以及理想等品牌 其中特斯拉的两款车型均位居前十 此外 中国新能源汽车购置国家补贴 将会在2023年退出 退出前的一部分抢购效应 也会在2023年年初导致一定程度的需求降温 然而 在2023年1月的降价效应也会增加需求 整体来看或将促进中国区的销量增长 美国市场方面 渗透率空间潜力巨大 通胀法案补贴获取难度较高 美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不高 2022年10月 美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不到10% 2022年8月 拜登总统颁布了通胀削减法 其中提到为新车提供7500美元税收抵免 但条件为美国制造 以及二手车提供最高4000美元的税收抵免等 然而 市场普遍认为美国制造 即在美国组装 零件等大比例在美国生产过于严格 补贴情况可能不及预期 综合来看 渗透率的发展空间叠加政策引导 市场需求或将得到进一步的回升 2023年1月6日 特斯拉国产车型大幅降价 降价幅度从2万元到4.8万元不等 这轮降价主要为增加销量 以缓解库存压力 叠加上文分析中美等主要市场的情况来看 2023年的一季度销量将有突破 但降价也会导致利润 尤其是中国区的利润有一定程度的下跌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投资看点 首先 特斯拉的当前价格处于较低位置 而此后其主要市场需求均有一些刺激因素 建议投资者关注抄底的机会 特斯拉的最大主要 也有维新能源汽车Model 3与Y车型 主要销售区域在中美 投资者应密切关注Model 3与Y车型 在中美地区的销量与定价 这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信息 特斯拉产能规划运行等情况 以及中美市场新能源汽车的竞争格局 特斯拉的股票涨跌很大程度不取决于基本面 而是有关马斯克的收购套现而引发的市场担忧 上文分析到当前特斯拉几乎下跌75% 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推特收购等 马斯克个人行为的原因 当然这很难通过量化来展示具体多少归咎于推特事件 总之类似推特收购等出售特斯拉股票套现等事件 应该要引起投资者的注意 因为此类事件会在短期内决定股票的走向 且幅度巨大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